欢迎来到学用数学数学用 今天给了两个方程式 这两个方程式一次相数都是2 这样子我知道它根有什么关系 我们知道这两根核加起来是2 这里的两根如果叫做γ跟δ加起来也是2 这四个根形成一个所向为1 2分的等差数列 我们知道这四个数都是对着中间对称的 两个加起来是2 那就表示中间值是1 所以它这四个分布只可能长成这样子 就是这边α 这边是β 这边是γ 这边是δ 但最小的是1 2分 最大的就是3 2分 整个距离是1 我们又分成三段一样 所以公差B就是3分之1 γ的值2分之1加3分之1就是6分之5 再加3分之1就是6分之7 这两个相乘就得到36分之35 这两个相乘就是4分之3 那a跟b不知道谁是谁 但是我们知道这两个加起来 这两个加起来可以得到36分之35 加上27就得到18分之31 选项第一是正确的 那两个相乘会得到36分之35 乘上3分之4 那这里是正的48分之35 所以1是错 好 那a跟b呢 两个都是大于0 所以a正确b错误 好 那公差现在是3分之1 所以这边是错 因此答案呢 就是a和d 好 这底设计 我觉得还蛮灵火的 主要是利用什么 二次方程 这根的对称性 接下来再搭配等差这说法 就可以解除4个根 接下来再搭配等